好,这节我们进入编辑面片物体当中的面片子层集 首先在选中面片子层集之后 选择的卷展栏当中 同样可以看到命名选择的复制粘贴按钮 这个使用方式呢 跟我们编的子层集 以及控制柄的子层集 顶点的子层集底下的使用方式都是一样的 同样呢 面片的子层集当中也有按顶点的选择 我们在不勾选的状况呢 透过鼠标的点击 我们就可以选择场景当中物体的不同的面片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勾选了按顶点模式启用的话呢 就看到现在场景当中的物体的顶点标记已经显示出来了 我们只要选中其中一个顶点按住鼠标左键 就可以同时选中这个顶点所涵盖的交界的面 忽略背面的使用方式呢 也是一样 我们勾选了这个项目之后 框选的时候呢 就不会选中另外一个角度看不到的物体面片 收收和扩大的使用方式 跟我们的边层集已经顶点层集的使用方式是一样的 我们点击收缩的模式呢 就可以将我们选中的面片范围给缩小 如果呢 我们点击扩大的话 将会增加我们选中的面片数量 面片的紫层集也可以使用软选择的勾选 点击勾选之后呢 我们看到当我们选中其中一个面片的话 它的边就会产生软选择那种颜色过度的效果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种颜色过度效果直接点击明暗处里面切换 显示在我们的面的紫层集上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透过衰减的数值调整 以及收缩的数值调整 包括膨胀的数值调整 来产生各种各样的软选择曲线 实时反馈在我们场景当中的物体面上 再来我们看到几合体的卷展栏当中 也有一个细分的组 这个组里面的使用方式呢 跟我们的边级别底下使用方式是类似的 比如说我们选中场景当中的一个面片 点击细分的按钮 它就会将当前选择的面片产生细分分段的一个切割 如果我们在使用这功能之前呢 先勾选了传播再点击细分 它就会将所有跟我们选择的面片相关联的面 全部都产生细分的效果 再看到底下拓普这一组当中有个创建的命令 点击按钮激活状态呢 我们就可以在场景当中透过点击 当点击了三个点之后呢 我们右键就可以结束创建一个新的面片 当然面片有三角形的也有四边形的 我们在完成四个边的顶点点击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四边形的面片 刚才创建好的面片呢 我们也可以透过分离的命令 将它分离开我们这个可编辑面片的物体 比如说呢 我们选中这个刚才创建好的三角形面片 点击分离呢 它就会打开一个分离的对话框 要我们对这个新分离出去的面片 取一个名字 我们默认它点击确定 现在这个面片呢 就不属于我们这个可编辑面片里面 它就是一个另外的新的可编辑面片物体 当然我们在分离面片的时候呢 也可以勾选后面的重定项 或者是复制的项目 这两个项目的意思呢 重定项的部分跟我们附加的功用是类同的 比如说呢 我们先在场景当中 对可编辑面片的物体 它的坐标位置做一下调整 然后呢 我们选择它进入面片的子层级 选定其中一个要分离出去的面片 勾选重定项 以及复制 点击分离的时候呢 在打开的分离对话框里面 默认名称点击确定 现在呢 我们就将物体 不但是复制出另外一个面片 而且将这个面片的位置呢 重新定向作为 它创建时候的坐标 好 我们先把视图旋转一个角度 同时呢 我们选中这个复制出去的母面片呢 将它删除掉 然后呢 我们现在想将我们分离出去的面片呢 通过附加的方式 添加回我们的整个编辑面片里面 而且还要让它的位置 是在我们刚才删除这面片的位置上 这怎么做呢 我们点击附加的命令 在点击这个附加面片之前呢 我们要勾选重定项 再点击它就可以达成我们所需要的效果 另外隐藏跟全部取消隐藏的按钮呢 就非常直观 选中一个面片 我们可以将它隐藏起来 透过点击隐藏 然后呢 或者是全部取消隐藏 将所有的面片都显示出来 在面片的止层级 焊接是无法使用的 我们直接看到 挤出和倒角这一组当中的命令 挤出的使用呢 跟我们在编辑别的挤出 非常的类似 我们点击激活挤出的按钮 在场景当中选择一个面片 按住鼠标左键 并且拖曳就可以产生一个 物体挤出的效果 在挤出的时候呢 我们控制的是挤出的数值 还有底下法线的深层 是局部或者是组的方式 那么倒角呢 我们切换激活倒角的按钮 在场景当中呢 我们选择另外一个面片 按住鼠标左键拖曳 先产生了挤出的效果 松开鼠标之后呢 再拖曳 我们就会产生物体倒角的效果 倒角确定之后 记得点击鼠标左键来 结束倒角的一个建立 在倒角的模式底下呢 我们就可以控制 它的挤出效果 还有轮廓数值 包括它的法线 是局部或者是组的方式 以及底下倒角平滑的模式 我们可以选择 开始的时候 是平滑还是线性 或者是没有的状态 结束呢 同时也有平滑线性 跟无的状态可以做设定 从而设计出各种各样的 一个面片倒角的效果 再往下 我们看到曲面这一组的 参数设置与勾选呢 跟我们的边级别的曲面 设置方式呢 都非常的类似 底下杂像里面的面片平滑呢 跟我们在其他级别里面 所不同的是 我们选中的是一个面片的 次物体层级 点击面片平滑的时候 是针对我们选中的面片 来进行平滑的效果 最后我们看到 曲面属性这一个组里面 首先呢 我们可以选中一个 场景当中的面片 点击翻转呢 将它的法线给翻转过来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选中不同的面片 然后呢 将它们的法线进行统一 以及我们可以打开 翻转法线的模式 对场景当中的面片进行编辑 再来我们看到材质 这一组当中的参数使用 首先我们选中场景当中的面片 它都会有一个默认的材质ID号 这个ID号呢 就像是我们面片材质的 一个身份证一样 它可以搭配材质编辑器里面的 多维子对象的材质 来做进一步的调节使用 同时我们也可以透过它来 管理我们的面片 比如说呢 我们选中几个不同的面片 将它们的ID号码 更改为另外一个数字 当我们取消选择 想要再度选择刚才 我们选中的面片时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直接输入数值 然后呢 点击选择ID 它就会将我们刚才设置 同为ID号码的面片 一并选择起来 除了可以通过材质ID 来管理我们的面片之外 底下还有一个平滑组 我们选中场景当中的一个面片 它就会默认有一个平滑组的设置 当我们不设置任何的平滑效果的话 它面片本身呢 就会出现一个像鱼鳞状的 不平滑状态 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平滑组呢 来选择我们的面片 点击按平滑组选择 这个时候会打开一个对话框 我们只要设定一个平滑组的号码 点击确定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将所有平滑组为 同一个数值的面片 一并选择起来 编辑顶点颜色这一组当中的 颜色照明以及α值的设置呢 跟我们在顶点级别底下的 使用方式是一样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